第一步,撐样 首先将样品研磨粉碎 力径控制在2毫米左右 撐取5克样品 天平归零 把5克样品放入50毫升的离心管中 再撑取1克绿花纳 把撑好的1克绿花纳放入样品的离心管中 第二步,样品提取 将7比3甲醇水溶液倒入离心管中 叶面到达25毫升停止 盖上瓶盖,稍微震荡一下 让它混合均匀 下面进行均止提取 这是一个均止器 下方的刀头在使用前需用清水清洗约半分钟 再用7比3甲醇水清洗一遍 以去除刀头可能残留的杂质 最后将样品浓液放到均止器中提取 转速由慢到快 提取时间大约2分钟 样品提取液进行第一次过滤 将滤纸折成扇形 提取液倒入滤纸中 收集5毫升过滤液 用移液管移取3毫升过滤液 务必记住是准确移取 移至另一个干净的离心管中 带稀释 准确加入6毫升水 稀释 盖上瓶盖混合均匀 用玻璃纤维滤纸 将9毫升稀释过滤液 进行第二次过滤 第三步 免疫清和小柱进化 免疫清和小柱的活化过程 免疫清和小柱 在使用前半小时 从冰箱中取出 使用前把下端的盖子拧开 要确保下面是通的 然后插入固项萃取的装置中 并打开上面的活塞 同时打开固项萃取的阀门 让小柱中的缓冲液自然滴下 注意缓冲液不能全部滴干 需要保留0.5毫升 来保持甜料的润湿性 免疫清和小柱的上样过程 此时二次过滤液收集完毕 准确移取3毫升到小柱上 打开下面阀门 让液体自然滴下 注意由于样品提取液中含有杂质 小柱的低速会越来越慢 此时可以稍微给它加一点镇压 这个是小柱上端的堵头 上面有个孔可以连接注射器 可以通过这个连接注射器来增加一点镇压 首先将孔剪开 连上注射器 加到小柱上 稍微加一点点镇压 使流速变快 注意控制小柱的低速不大于2毫升每分钟 当液体流完时通过注射器 加约3毫升空气 来排除小柱填料上残留的液体 直至填料浸干 免疫小柱的灵洗过程 加10毫升的清水灵洗小柱 约3个柱管 因为刚刚填料里面的液体已经排空 填料中有空气残留 此时需要加一点镇压 使液面往下自然低落 此时灵洗步骤接近尾身 最后加一点镇压 以加快低速 注意控制低速小于2毫升每分钟 灵洗步骤完成 免疫清和小柱的洗脱过程 最后是免疫清和小柱洗脱 此时需要的是将下方容器更换 这个是肺液钢 这个是肺液钢 需要换成容量瓶接洗脱液 以达到准确定量 这是2毫升的容量瓶 需注意小柱下方孔 对准容量瓶进口 准确移取1毫升纯甲醇 移至小柱中 靠壁30秒 洗脱步骤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镇压 最好是让它自然低落 由于填料是干涸的 所以液体难以自然低下 可以加一点点镇压 促使液体低落 注意洗脱液完全低下后 再多加一点空气 把整个柱管的空气都加到里面 保证里面的液体全部收集到容量瓶中 注意些细小的步骤 都会影响回收率 直至没有液体低落 小柱的洗脱步骤完成 这个时候把容量瓶拿出 然后用水定容至刻度线2毫升 盖上盖子 整个前处理过程完成 样品进一期前需要过膜 规定液相需要过0.45微米的膜 液质要过0.22微米的膜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液相系统 因此需要过0.45微米的膜 它可以连接注射器 连接好了以后 倒入样品 因为本实验是手动进样 用小离心管就可以了 第四步 光化学衍生仪连接 这是一个光化学衍生仪 两端一个是进口 一个是出口 没有区别 这是电源控制开关 侧边有插头 另一端连接电源 黄曲霉毒素检测 选用的色补柱为4.6x1505微米 XB碳18柱 下面来连接光化学衍生仪 射不住和液相仪器 这个是导金的SPD-20A 下面有两个孔 将光化学衍生仪的进口和出口 两端分别穿过来 分别加上皮壳头 然后连上射不住 这个头是从泵里出来的 连接到柱子的这一端 注意流向 将柱子流出端 和光化学衍生仪进口端连接 柱子的这一部分就连接完成 这是光化学衍生仪的出口端 把光化学衍生仪的出口端 与荧光检测器的进口端接好 分析设备连接完成 打开光化学衍生仪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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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操作界面 这是黄取煤读出的夜象方法 荧光检测器 把样品打入静样法里面 这就是一个手动静样的过程 仪器将会自动采集 打开光化学衍生仪开关